白衣男子逆向暴走 站在路中间 一边张开手 坐视挡车 一边回头怒瞪 对着女友讨笑 两个人的机车就横在 奔革岛旁 女友一脸不知所措 看着男友大吼大叫 钟情路上车来车往 现象还生 这位人兄已经37岁 只因为买了一条充电线 跟女友意见分歧 他激动逆向 正在快车道上大吼大叫 妨碍交通 钟情路继续往北走 在大雅路段 由一名酒驾男子逆向冲撞 分隔岛撞出浓浓白烟 同样是逆向 这位阿贝是直接骑着电动车 冲上了西滨 吊嘎阿贝不知危险 大逆向骑的内线 和大货车擦肩而过 货车驾驶西滨龙 紧交流道直及吊嘎 驚险逆向过程 吓得飙出鼓骂 另外远离西罗也有一名老翁 连人带车摔进水沟 老翁被电动车压在水沟内 动弹不得 卡了十分钟以上 幸好远景跟热心民众 有发现及时救援 将六名连运在警察中部采访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任务增广建文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走握 每日时事 日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